那另外 跟大家報告 現在我們有一個 就對於要監測的社區 以前跟大家報告 有監測社區的相關的計畫 當然有我們社區的定點監測 那包含這個血清抗體 那主要在血清抗體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研究是從這個 這個捐血人這裡面來的 那這裡面在 我們在 在 從要針對大概4月25號到7月3號 的捐血中心的血清存檔的樣本 隨機抽樣 共5000人 那另外呢 我們這個IRV的委員 也要求就是說 有這些 雖然我們是最後 都不會到有個資個案 各類的問題都不會有 都是以一個統計的資料來做呈現 但是也認為說 應該讓捐血人保有 這種退場的一個機制 所以就是說在這段時間就4月25號到7月3號 在全臺各捐血中心有捐血過的人 如果覺得說不想在這個計畫裡面 那就說要退出本計畫 那當然他不 他就說你應該知道說他什麼時候來 他去 自己知道說什麼時候去捐血的 所以請在10月18日前 致電1922 那留下相關的資料 血帶的號碼或提供姓名身份證字號 及生日 那我們就會把他從這裡面抽樣的母 的母體裡面去除掉 那尊重個人的意的意願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跟大家報告到這裡